台南的金城国中跟新南国小建校都有五六十年 为了配合市政府的运河新钻计划 把两校迁到隔壁新建校园 还特地在校园内设计了生态池跟雨水回收系统 把新校园变成绿建筑学校 商科终身响起除了崭新的校舍建筑 还有整片的草地和生态池 台南六十年的老校金城国中和新南国小 配合市政府政策迁校避迎而建 还把新建筑打造成钻石级绿建筑 两间学校总共种植了两百多种花草树木 各种鸟类在上头栖息 加上生态池 把原本死板的校园变成一座生态公园 为了要符合九项绿建筑的指标 那么在生物性 生物对样性这部分 那我们不管是在灌木 桥木 那都有非常多的树子 甚至我们从旧的校区 也移植了16棵的树 校园大楼地下则是雨水回收系统 拉开透明玻璃盖 就可以知道收集到多少雨水给校园设施 再利用 新校园多样的生态环境 学生可以多认识物种 绿建筑设施也增进学童的环境知识 让校园成为自然的学习天堂 联合包郑惠人台南报道